好的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我们的2万词汇巅峰速记营 我们的第14次课了 那么在今天课里面 我重点会来讲到的是 这一组非常关键的词根 是VAL这个view 包括它的变形 VAIL 那么它们什么意思 我们马上揭晓 另外我们还会讲到50多个 和这两个词根高度相关的一些单词 包括一些单词的深度讲解 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VAL和VAIL 我们说第一个意思 它等于worth 什么叫worth 你看worth这个wer和这个va 对吧 va和va 这是最经典的读音相似 可以转换的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rahela也是读音相似 可以发生转换的关系 中间原因怎么变 意思都不变 所以这个worth表示价值 那么这个VAL它也表示价值 所以它的第一个意思 注意了VAL和VAIL VAL它的第一词就表示价值 来这是第一点 好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各位它还等于什么呢 等于strong表示强有力的强壮的 对不对 表示变得强有力的 或者是表示强壮的强大的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VAL和VAIL 主要是这两个意思 其中价值是最多的 好各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构成的一些单词 第一个叫做AVAILABLE 什么叫AVAILABLE 它的意思 能找到的 可以获得的 有空的 空闲的 还有有价值的 都可以叫AVAILABLE 为什么 A词表示加强语气 前锐A表示加强语气 这个我们说过了 VAL等于VALUE等于WARTH 表示价值 ABLE可以 可以有价值的 叫做可以利用的 对不对 它表示可以利用的 它的第一个意思 可以利用的 我们一般都说 你有没有被利用的价值 对不对 叫做 所以你看 可以有价值的 叫做可以被利用的 可以获得的 能找到的 还可以表示有时间的 有空的 就是还依然能够有被利用的价值 对不对 有空 所以有利用价值的 有空的 空闲的 能找到 能获得的 都可以叫AVAILABLE 你看比如说 它的诗意 If something you want or need is available 如果你想要的 或者需要的 什么东西是AVAILABLE的话 You can find it or obtain it 你能够找到它 或者获得它 所以能找到的 能获得的 这是它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 表示有空的 有暇的 有时间的 你看 Some who is available is not busy and is therefore free to talk to you or to do a 什么呢 particular task 如果某个人 是有空的话 那么他不是那么的忙 对不对 因此能够有空去 和你聊天啊 去做某个特定的任务 所以此时 它翻成叫 有空的 也可以叫做 AVAILABLE 所以有空的 可以利用的 能找到 能获得的 都可以叫AVAILABLE 好 比如说你看 AVAILABLE Options Available 这是一个后制定语了 什么叫Options Available 此时 我们就翻成叫做 可有的选择 AVAILABLE 可以有的 可以能找到的 这种选择 Facilities Available 那就是可以利用的 可以用到的 这些设备设施 就叫做 Facilities Available 好 这样就行了 来 下面的这个写作离句 大家自己当作写作的翻例 去看一下 先写 然后再来核对 我们的答案就可以了 好吧 来下一个词叫 AVAIL AVAIL 你看 这个词其实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刚才 我们这个单词的一个 动词形式 刚才我们讲的是 AVAILABLE ABLE 可以怎么样 能够怎么样 所以可以利用的 所以动词 AVAIL 就是有用 有利 对什么 有用 有利 就叫做 AVAIL 好 就结束了 对 词言学 它也是这么解释的 我们就不看了 所以对什么 有用 有利 有帮助 你看 它的第一个词仪 对什么 有利 有帮助 叫做 To be helpful or useful to somebody 对某人来说 有好处 有用 第二个 你看 就说 没效果 没用处 你看它 它怎么用的 就说 If you do something To know of you or To little of you 如果你做的事情 是no of you 没有任何帮助的 没有或者是 little 比较否定 几乎没有什么帮助的 几乎没啥用处的 那么 What you do feels to achieve what you want 你做的事情 就没有达到 你的这个想要的那个预期 所以此时 AVAIL 就表示 你看单独出现 叫AVAIL 叫做有用 有好处 No of you 没啥卵用 没啥帮助 就可以叫做 No of you 或者是 little of you 就行了 好 下面 你看它还有第三个意思 表示什么呢 表示 接受什么什么的提议 利用好某个机会 If you avail yourself of an offer 如果你自己 接受了一个offer 或者是一个 opportunity 机会的话 You accept 你就接受了这个offer and make use the opportunity 或者是会利用好这个机会 所以它可以指 你看 你看此时它怎么用的 叫AVAIL oneself to an offer AVAIL yourself to an offer 就是接受了 你自己接受了这个offer AVAIL oneself to an opportunity 就是要去利用好这个机会 好 叫利用好这个机会 你看 下面有一个例句 叫做 Guests Should feel at liberty to avail themselves of your facilities 宾客们应该感受到怎么样 感受到 at liberty 叫做自由的 随意的 liberty 自由的名词 at liberty 那就是自由的 感受到自由的 怎么样呢 去利用 对不对 怎么呢 你的设施设备 就是去使用 利用 随意的去利用 使用 设施设备 叫做avail oneself of something 就可以了 好 就要表示 利用 使用 或者对什么什么东西 有帮助 有益 都可以叫做avail 来 那么下面的这个词 就比较简单了 叫做availability availability 那就可用性 有效性 实用性 前半部分 就是它的一个形容词词 叫做available available翻译成叫做 可以利用的 后面这个able 变成了ability 能力 可以被利用的这种能力 这种性质 就叫做可用性 可用性 或者是有用性 有效性 都可以叫做availability 好 这是这个词 下一个叫worth 这个词没啥好说的 叫做值得什么什么的 价值 以名词价值 以雄词 叫做值得什么什么的 来 各位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 它常见的一些用法 你看 就做 if something is worth a particular amount of money 如果某个东西 值一定数量的钱 it can be sold for that amount 它能够被卖到那个钱 or is considered to have that value 或者是有那个价值 所以它第一次表示值什么什么的 值多少多少钱的 就是worth 这是个雄词 你看 好 第二个叫值得拥有的 if you see that something is worth having 什么什么东西 worth having 值得拥有 you mean that it is pleasant or useful 它是非常好的 有帮助的 and therefore 因此 a good thing to have 是一个好的可以拥有的东西 所以此时的 注意了 worth having 值得拥有 你会发现 worth如果后面要跟动词一般是叫ing型 是叫worth doing worth doing 值得做某事 worth doing 什么什么东西是值得做的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有第三个意思表示 具有什么什么的价值 值得做什么什么 你看 if something is worth a particular action 如果什么什么事情 值得去采取行动 或者是 if an action is worth doing 它值得做的话 it is considered to be important enough for that action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值得一去使 所以它指的是某个事情值得去做 好 表示价值意义重要性 就不用多解释了 你看 someone's worth 某人的价值 is the value usefulness or importance 是价值 有用性 重要性 that they are considered to have 他们被认为 所拥有的那种价值 有用性和重要性 你看 the contribution was of great worth 他们的贡献具有伟大的价值 伟大的意义 表示价值意义都可以叫worth 所以 你会发现 用作熊词叫值得什么什么的 或者值多少多少钱的 用作名词就是价值和意义 这个东西叫做worth 好 别记错 各位 哪怕这种小词 我们都还是用这种英文语境的感受 带你去学习一下 大注意 所以我们在编辈单词的过程里面 编通过这种大量的句子和这些东西 让你去接触更多的词 并且把这单词放在语境里面 给你去感受一下它的英文的用法 好吧 好 刚才说的是worth 叫值多少多少钱的 或者是名词 表示价值和意义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worthy worthy 那么就是一个熊词叫有价值的 值得的 可以值得尊敬的 应该获得什么的 都可以叫做worthy 第一 表示应该获得什么什么的 值得什么什么的 我们来看一下 If a person or thing is worthy of something 如果某个人什么东西 be worthy of 接下来 be worthy of 值得什么什么的 应当值得什么什么的 应该获得什么的 they deserve it 他们值得这个东西 because they have the qualities or abilities required 他们拥有这种品质 或者是对 这种能力 acquired required 要求的这种品质和能力 所以be worthy of 叫值得什么什么的 应该怎么怎么样的 好吧 应该获得什么的 第一个意思 叫值得尊敬的 可敬的 令人称谓的 称赞的 你看 a worthy person a worthy person 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所以叫值得尊敬的人 or a thing 或者一个事情 is approved of by most people 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 in society 社会里面大多数人同意 and consider to be morally 在道德上面是 respectable 值得尊敬的 or correct 道德正确 值得尊敬 所以worthy 如果 a worthy person 或者是 a worthy 什么什么 something 一个值得尊敬的 值得称道 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一个值得称道的事 好吧 所以值得尊敬的 值得称道的 都可以叫做worthy 所以记住这个单词 我们说 第一 表示有价值的 值得的 应当什么什么的 叫be worthy of 理应怎么怎么着 应该值得什么什么事情 叫be worthy of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a worthy person 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a worthy 什么什么thing 一个值得称道的事情 好 那么是这个单词 它的非常重要的语境 别记错 你看 be worthy of 叫做值得什么什么的 应当受到什么什么的 worthy of admiration and respect 值得被 admiration 叫做什么 admire 敬仰 对 admiration 它的名词形式 and respect 尊敬 值得敬仰和尊重 好 这是这个 来 下面这个就简单了 什么叫worthless 没有任何价值的 你看 worth 价值 less 否定后缀 所以没有任何价值的 不值钱的 一无是处的 来看看它的用法 没有价值不值钱的 something that is worthless is of no real value or use 并没有真正的适用价值 对 叫做 no real value or use 没有真正的任何的价值 或者适用价值 这个东西叫做worthless 来 一无是处的 不中用的 这个东西就是不值钱 没有什么价值 一无是处 不中用 看 someone who is described as worthless 如果你说某个人 叫worthless 那不能说他不值钱 只能说他一无是处 对不对 have no good qualities or skills 没有什么好的品质 也没有什么熟练的好的技巧 你看 you feel you really are completely worthless and unlovable 你会觉得自己真的是毫无是处 一无是处 一点也不讨人喜欢 对吧 你看 worthless 某人 worthless 那是翻成叫一无是处的 不中用的 unlovable 不讨人喜欢的 对不对 好 来 这是这个词 下面这个词叫worthwhile 什么叫worthwhile worth表示值得while本就一段时间 叫while一段时间 你看 for a while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叫for a while或者一会儿 所以值得花一段时间的 这单词也是翻成叫值得花的 值得花时间的 值得做的 你看 值得花费时间的 值得做的 第一个意思叫做worthwhile 值得花时间的 值得做的 你看 if something is worthwhile it is enjoyable or useful 它是有好处的 它是有用的 and worth the time money or efforts that is spent on it 并且值得你在上面所花费的这种时间啊 金钱啊 努力啊 对不对 等等等等啊 你看 a worthwhile movie 一个非常值得 你看 就是值得花时间去看的电影 说白了 that was compelling enough 足够有吸引力 to watch again to再次看一遍 所以worthwhile movie 非常有吸引力的 值得再刷一遍的 这种精彩影片 所以 这个单词 整体下看来 你就会发现 worthwhile 本质就是 值得你去花时间做的 对不对 a worthwhile movie 就是值得再看一遍的 精彩的 非常吸引人的电影 就行了啊 unworthy 不值得的 配不上的 叫unworthy 因为worthy 比较值得的 应受什么的 有用比较否定 所以叫不值得的 配不上的 应该 if a person or thing is unworthy of something good 他配不上好东西 某人或某物 配不上什么好东西的话 they don't deserve it 他们配不上 对不对 比如说 he felt unworthy of being married to such an attractive woman 他自认为 对不对 他感觉到自己 配不上这么一个 迷人的女人 他感觉自己不配娶 不配和这么一个 非常迷人的女性结婚 所以unworthy of 就是配不上什么什么的 不值得的 配不上什么什么的 或者不值得的 都可以叫unworthy unworthy 好你看 第一表示不值得的 配不上的 第二个 和什么不相称的 与某人的身份 不相符 其实他也是和配得上 相关 if you say that an action is unworthy of somebody 一个行为 一个行动 和某人的身份 不相匹配 看 好 它还是有些区别 上面说的是 一个人 一个事情 他怎么样 他配不上 什么什么 对不对 一个好东西 某人或者是某物 配不上一个好东西 好 这是他的第一个示意 指的是某人 某物 is unworthy of something good 对不对 他配不上好东西 觉得自己配不上 不值得拥有好东西 而这个是 某个行为 举止 和某人的身份 不相符 an action is unworthy of someone 某个行为 和某个人的身份 不相符 不相称 you mean that it is not a nice thing to do 这并不是一个 能够做的一个好的事情 and someone with their reputation or position should not do it 有这种名声 有这种地位的人 是不应该做这个事情的 对不对 好 你看 his accusations are unworthy of a prime minister 对吧 他的这种指责 就accusation 配不上他的这种首相的地位 prime minister表示首相 所以这种指责 这种指控 与其首相地位 不相符 以某人的身份 不相符 好吧 这种叫做unworthy of 好 别记错了 所以第一 它指的是某人或某物 它配不上 或者是 不值得拥有一个好东西 第二个 就是某种行为 和某人的身份 它不相符 那么这两种用法 都可以叫做unworthy of worthy of 好 这个是这个词 所以这种单词 其实比较简单 难得是用法 对不对 分别在什么场景里面 去把它用对 用准确 这一点非常关键 好 你看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noteworthy note 留意 注意 worthy 值得 所以值得留意的 值得注意的 什么地方值得注意 值得留意 叫显著的 所以显著的 值得注意的 你看 a fact or event that is noteworthy 一个事实 或者一个事情 是noteworthy的话 is interesting remarkable or significant in some way 是在某种方式 以某种方式 它是有意思的 对不对 显著的 或者是意义重大的 所以值得关注的 显著的 意义重大的 都可以叫做noteworthy 来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句 it is noteworthy 这个事情是值得关注的 that 归 it 是形式 主语 真正的主语 是后面 that 引导的 这个从句 所以什么是值得关注的 真正的主语 是后面 the program has been shifted from its original organist slot to july 这个program 这个节目 已经被什么呢 从原有的八月份的那个安排到那个档期 被移到了七月 你看 所以shift表示转移移动 起初开始的叫original 八月的这个slot slot词是表示时间档期 叫slot 从八月档被调整到了 被转到了七月档去了 所以noteworthy叫值得注意的 这个句子里面 注意了 有个单词叫slot 我给你讲一讲 这个词非常重要 什么叫slot 各位 接下来 这单词考验 包括六级以及亚斯托福 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单词 什么叫slot 第一个表示时段 位置 第二个表示狭槽 狭口 对不对 一个小狭口 硬币的投入口 你看 我们以前 有没有打过那种红白级啊 不是红白级 就是那种街机 投个臂进去 现在还有嘛 对不对 抓娃娃那种各种东西 投臂进去 那种叫slot machine slot machine 叫投臂机 对不对 投臂机叫slot machine slot它只是 这是投臂口 投臂的东西 来我们看看这个单词 它的一些含义 第一个意思 来各位 我们看一下 它表示一个时间表 或者计划表里面的一个时段 或者是某个位置 a slot in a schedule 在一个schedule 一个计划里面的slot or scheme scheme也表示计划 is a place in it where an activity can take place 是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一个活动发生的地方 所以它指的是活动发生的地方 或者是活动发生的时间 所以计划表里面的时间 或者是位置 都可以叫slot 时段位置 你看 比如说 the first episode 第一集 这个episode 电视剧里面的集 叫episode 还可以表示情节 插曲都可以叫episode 这个词非常重要 下来 所以第一集 占据了一个 peak evening viewing slot 一个什么叫peak peak 顶峰 顶点 evening 晚间的观看的这么一个时段 所以说晚间的 对吧 叫做晚间 晚间的 一个什么时段 黄金收视时段 peak evening viewing 对吧 这个叫做顶峰晚间收视 就是晚间的黄金收视的这么一个slot 表示时段 所以这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含义 之后的slot 除了表示投币口 硬币投币口 本身它可以表示 一个计划表 或者是某个计划安排里面的某个时段 或者是某个位置 都可以叫slot 第二个它可以指机器或容器上的一个瞎缝 一个瞎孔 你看就是投币的那个瞎缝和瞎孔叫slot a slot is a narrow opening in a machine 是一个狭窄的 narrow狭窄狭小的用作熊词 狭窄狭小 动词叫变窄变小 所以它既可以做熊词也可以做动词 是一个狭窄的一个opening 是一个缺口 一个开着的口 in the machine or container 是一个机器或容器里面的一个瞎口 for example a hole a hole 一个洞 that you put coins 你把硬币放进去 to make a machine work 让这个东西工作 对 让这个机器开始运转工作起来 所以此时的slot 就表示一个瞎口瞎缝 slot machine 你可以理解我也叫做投币机 老虎机就可以了 你看 he dropped a coin 对不对 a coin into the slot and dialed 他往这个什么呢 他往把一个硬币投到了这个slot 这个孔里面 然后就拨了电话 dial 拨打电话 叫dial 好 所以此时slot 它表示狭孔 或者是一个 一个那种 投币机上面的那个投币孔 叫做slot 好吧 所以这个单词是一个 还相对有点难度 但是也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词 把它记下来 好吧 下面就简单了 self worth 叫自我价值感 这个没啥好说的 自我价值感 你看 self worth is the feeling 是一种感觉 that you have good qualities 你有一种好的品质 and have achieved good things 并且获得了好东西 拥有好品质 获得了好东西 感受到的这种感觉 就叫做self worth 有自我价值感 好 例句 大家自己去看 当做我们补充的阅读材料去看就可以了 trustworthy 值得相信的 可信赖的 没啥好说的 trust本身叫做相信信任 worth 值得 所以值得相信的 值得信赖的 都可以叫trustworthy 来看看英文解释 a trustworthy person 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is reliable responsible 是可靠的 responsible 负责的 and can be trusted 能够被信任的 完全信任的 你看 he is a trustworthy and a level-headed leader 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 值得信任的 并且是一个非常冷静 头脑冷静的 这么一个领袖 领导人 level-headed 头脑清醒的 好吧 头脑清醒的 值得信赖的 叫trustworthy 这里面道具了 这个level-headed 它表示头脑冷静的 稳健的 叫level-headed if you describe a person 如果你把某个人 describe a person as level-headed 如果你说某个人 叫level-headed you mean you can they are calm and sensible 他们是冷静 静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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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ible 理智的 even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即便在非常困难的情形之下 它依然是 keep calm 保持冷静 and sensible 理性和理智 这样的人 就叫做level-headed level-headed 头脑冷静的 镇静的 稳健的 都可以叫做level-headed 在混乱和不利的情形里面 都能保持镇静 能保持理性 这样的一种人 我们就叫做level-headed 好 别记错 所以一个叫做trustworthy 值得信赖的 可信赖的 一个叫做level-headed 就是头脑冷静的 稳健的 都可以 好 来下面的这个词叫pre-veal pre-veal表示流行盛行 占上风占优势 这个词啊 前面的pre表示以前 这个veal此时 等于power或者strong 表示有实力 或者是强大 所以它指的是以前 那种强大的 有势力的 圣级意识的感觉 就是以前 强盛的 有实力的 这样的一种集团 或者是国家 或者是一个事例 对不对 就叫做pre-veal 所以表示盛极意识的 叫做盛行 流行占据了上风 占据了优势 指的是在以前 对不对 非常有实力的 有强有力的 这么一些东西 所以表示盛行 流行 盛极意识 盛极意识 或者是占据上风 都可以 好 下面是它的词源 这个就不多解释了 就和我们刚刚讲的是一致的 你看 这个pre表示 before之前 以前吧 val have power 有实力的 对不对 强大的这些 所以这个preview 它为什么 你看叫占上风 占的优势 就是更加强大的 对不对 以前强大的 有势力 有实力的 这么一些东西 盛极意识的东西 叫做盛行 盛行 占据了上风 等等 都可以叫preview 来 那么这两词 大家注意了 我们来看它的用法 表示占据 什么提议 观点 原则 占据了上风 或者占据了优势 或者显现出了 更加强大的力量 都可以叫做preview 你看 if a proposal 提 principle 原则 opinning 观点 previews 占据了上风 占据了上风 it gains influence or is accepted 它获得了影响力 或者被接受了 often after a struggle or argument 通常是在挣扎 斗争 以及argument 在争吵之后 才被通过 占据了上风 所以此事的preview 它指的占上风 原则 一般指的是 在经历了挣扎 争吵辩论之后 某个观点 某个提议 才逐渐的显现出了 更强大的力量 对不对 就是表现出了 更强大的力量 这样的东西 叫做preview 流行 占据了优势 占据了上风 你看 比如说 we hope that 我们都希望 common sense 常识 old preview 能够占据上风 常识 或者是情理 能够占据上风 能够占优势 来第二个表示什么 情形啊 态度啊 风俗 流行 盛行 和变得普遍起来 所以它的第一个意思表示 观点原则提议 占据了上风 第二个是 态度风俗 流行起来 if a situation 情形 attitude 态度 or custom 习俗 previews 流行起来了 in a particular place 在某个特定的地方 at a particular time 在个特定的时间 it is normal 它是正常的 or most common in that place at that time 在那个时期 在那个地方 它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比较流行 表示风俗 态度 情形 流行起来 a similar situation previews in America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形 流行起来了 此时preview就翻成 叫做流行盛行 好你看 第一个意思表示 观点提议 占据上风 第二个 习俗情形 或者是表示某个态度 变得流行起来 对不对 变得流行起来 第三个 表示在战斗 在竞争 在辩论里面 获胜取胜 你看 if one side in a battle 在一个战斗里面 one side 对不对 你看 in a battle 在战斗 contest的比赛 or dispute的争议里面 previews 如果一方 preview的话 it wins 他就获得了胜利 出发力了 就是某一个官 某一方 占据了上风 后面叫做获胜 叫做获胜 你看比如说 I do hope he will preview 他会战胜 rebells 叛军 对不对 rebells表示叛乱者 叛军 他能够战胜 或者是相对于这些叛乱者来说 他能够战据上风 所以表示战胜 或者是取胜获胜 所以这两次你就记住 他想表达的核心含义就是显现出了更强大的力量 所以观点提议显现出更强大的力量 就是战据上风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你看 某种风俗 显现出更强大的力量 就是开始变得流行起来 好 某个某一方 在战斗里面显现出更强大的力量 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战胜 或者是获胜 好 这个叫做preview 这单词千万别记住 preview preview 表示战上风 表示流行 还可以表示战胜 胜利 都可以 来 他的雄词叫做prevailing prevailing 叫做战据上风的 流行的 对不对 都可以叫prevailing 战据上风的 流行的 来 你看 或者是普遍的 流行的 他的英文解释 叫existing or most common 最常见的 at particular time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是存在的 并且是最常见的 你看 the attitude towards science prevailing at the time 在那个时候 对于科学的态度 是非常 对 这种流行的看法 the attitude towards science prevailing at that time 就在那个时候 对于科学一个流行的 一个流行的盛行的 一般的看法是什么 对不对 好 你看 the prevailing prevailing view seems to be that they will find her guilty 一般的看法 通常的看法 似乎是什么呢 他们会 你看 他们似乎认为 they will find her guilty 他们是有罪的 他们会被判罪 所以一般的观点 似乎是认为什么呢 他会被判有罪 或者他们会发现 他是有罪的 guilty 雄词表示有罪的 prevailing 叫做一般的 所以这两词表示一般的 流行的 盛行的 都可以叫做prevailing 好 来各位 你看 the prevailing wind 什么风呢 in an area 在某个地区流行的风 is the one that blows over it most frequently 是最经常刮的风 我们就称之为 叫什么呢 一个地区 长刮的盛行的风 某个地区经常刮的风 就可以叫做 the prevailing wind the prevailing wind 某个地区经常刮的风 所以各位 还是语境的问题 你看 对吧 雄词表示一般的 the prevailing view 一般的观点 或者是普遍的观点 一个流行的观点 对吧 第二个 prevailing wind 什么 你不能说一般的风 普遍的风 就是某个地区经常刮的风 流行刮的风 叫做prevailing wind 就可以了 好 来 下面 prevailing trend 一个流行的趋势 没啥好说的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 prevalent 它也表示流行的盛行 你看 对吧 这个单词大主义了 它其实就是这个单词 叫做prevail 对吧 prevail 我们说表示流行盛行 占据上风 前面依然是prevail 此时演变成val去了 它是一个意思 对吧 延替是雄词后追 所以它也翻成叫流行的 没啥好说的 以前对吧 有实力强大的那种对吧 有权有势这种家族 叫做流行盛行 盛极意识的叫prevalent 流行盛行盛极意识的 你看 a condition a practice of belief that is prevalent is common 一个情形 对吧 就是condition practice 是一种做法或者一种信仰 如果被称之为叫prevalent 流行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常见 你看 比如smok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evalent 吸烟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 越来越常见 among young women 在年轻女性里面抽烟 好像变得越来越常见 越来越流行 prevalent myth 那就是什么呢 叫做流行的myth神话 一些流行的神话 好 来 这个单词prevalent表示流行盛行 我们给出了一个写作的例句 大家看看 比如浪费 现象在大序里非常流行 对吧 流行的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词 好吧 那么这个写作的这个例句 大家还是一样 下去 你自己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然后自己把它先写出来 然后再对我们给出的参考的解析 就行了 好 再往下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prevalent 流行盛行的名词 这种单词没啥好说的 各位 比较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ence此时是一个经典的名词后缀 我们讲过了吧 来复习一下 我们说ence结尾 ance结尾 ency结尾 以及下面的这个 什么 ency结尾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名词后缀 所以前面依然是preview 流行盛行的动词 所以流行盛行的名词 叫做prevalence prevalence 流行盛行 普遍的名词形式 好 下面这个词 各位 都是你认识的 对吧 好 value 那么看看你认识的意思 是否足够齐全 来第一个 你看价值 重要性 没啥好说的 你是否知道 它可以作动词 表示珍惜重视 还可以表示给什么估价 都可以叫value 这两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表示珍惜重视 或者给什么估价 来 表示重要性价值的名词形式 the value of something 什么东西的value such as a quality attitude or method 在品质 在态度 在方法方面的这种value is its importance 它的重要性 or usefulness 它的有用性 if you place a particular value on 注意了 这个端语 叫place a particular value on something 在某个事情上面 放了一个特定的价值 that is the importance or usefulness you think it has 你认为它拥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或者有用性 所以place a particular value on something 就是重视某事 重视某事或者是认为某事有价值 或者很重要 认为某事有价值或者是很重要 都可以叫place a particular value on something 此时value表示重要性 有用性 好 这是第一个意思 来第二个意思表示认为什么重要 或者重视 真实 if you value something or somebody 如果你重视某人或者是某屋 you think that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and you appreciate them 你会非常的appreciate 欣赏他们 欣赏他们 if you value your health 如果你重视你自己的健康 then you will start being a little kinder to yourself 那么你就会对自己会稍微的好一点 此时value something 叫重视什么什么东西 还可以说重视某人 第三个意思 给什么定价 给什么估价 你看 when experts value something 当专家在给什么东西进行估价 在定价的时候 they decide how much money it is worth 他们值多少钱 I asked him if he would have my jewelry 我问他是否他能把我的珠宝 value的定价 在估价 for insurance 保险 保险的估价 保险定价 所以我问他能否给我的 Jewelry 叫做珠宝 去进行这种保险方面的估价和定价 所以value给什么估价 给什么定价 还可以表示 珍惜重视某事 名词叫做value 叫做有价值 有重要性 好 这是个词别记错 来下面 下面的这个 那就是考试里面一个非常常见的单词 叫values value 叫价值 加了s 就不再是价值 而是翻成叫价值观 叫values 这点非常重要 你看 the values of a person or group 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组群 它的values 它的价值观 或者它的道德标准 而the moral principle 是道德原则 and belief 和信仰 that they think are very important 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 一个组织 一个群体里面 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这种道德观念和信仰 我们称之为叫values 就是道德标准 或是价值观 就一个公司的价值观是什么 对吧 道德标准是什么 叫values 就是这公司里面 这祖群人里面 他们共同信仰的 然后并且是什么呢 认为的这种道德方面的原则 叫做values 你看 比如说 the countries of South Asia 对吧 South Asia 南亚 南亚的国家们 also share many common values 他们会享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 此时values就表示价值观 好 这一点千万别记错 你看 比如conventional values conventional就翻成叫传统的 传统的 values 价值观 传统的价值观就可以了 好 value的 那么就是珍贵的 珍贵的 宝贵的 然后经过估价的 重要的 因为本身value 价值 估价 所以被估过价的 或者被重要的 被重视的 都可以叫values value 非常贵重的 有价值的 able 表示可以 可以有价值的 对不对 好 有价值的 可估价的 还可以表示贵重的 有价值的 贵重的 都可以叫valuble 这种单词 其实都是一些小学词汇了 对我记得 非常简单 你看 它的英文解释 if you describe something or somebody as valuable 如果你把某个事情 某个人 描述为是valuble的话 you mean that 你的意思是 the very useful 它们是非常有用的 或者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看 比如说 to decide to do your own makeup 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决定自己化妆的时候 decide to do your own makeup makeup 化妆 如果你决定自己去化妆的话 here are a few valuable tips 这有一些有价值的tips 叫小提示 that will help you look your best 那么将会帮助你让你 对不对 什么叫look your best 看到最美的一面 呈现出最美的一面 对不对 help you look your best 帮助你呈现出最美的一面 帮助你看起来最好 对不对 都可以叫help you look your best 好 此时valuble 表示有价值的 valuable tips 有价值的一些小窍门 有价值的一些提示 所以第一它表示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第二它还可以表示贵重的 钱很多的 你看 valuable objects 贵重的物品 而objects which are worth a lot of money 是值很多钱的 所以worth a lot of money 叫做valuable 贵重值钱的 好 看比如说 just because a camera is old doesn't mean it is valuable 古老的相机 对不对 古老的老古董的相机 并不是意味着它一定是非常昂贵的值钱的 所以valuble第一个意思表示有价值有益 第二个意思才表示贵重的值钱的叫做valuble 好吧 来 下面 valuation 表示评估评价计算的名词形式 你看 它的动词依然是value value 做动词我们说它可以表示 为什么什么东西定价 给什么什么东西估价 对不对 为什么什么东西定价 给什么东西估价 都可以叫value 所以valuation后面的at ion 此时它仅仅只是一个符合的名词后缀 等于ate再加上ion 所以表示评价估价的名词叫valuation 你看 avaluation is a judgment 是一种判断 that someone makes about how much money something is worth 某人对不对 做出的判断关于什么呢 什么东西到底值多少钱的一个判断 那么某人针对于某个事情值多少钱的一个判断叫做valuation 好 表示估价估值 你看 an independent valuation of the company 对这家公司进行独立的一个估价或者评估 independent 独立的 valuation 表示估价表示定价表示评价 表示评价评估都可以叫valuation value added增加价值的增值的 value价值add增加增值税 你看tax税收 所以value added tax就翻成增值税就可以了 under value under达不到价值达不到 对不对 叫低估了什么价值 或者看清了 所以你认为 这个value把它估价 你把它估价估低了 叫低估了什么的价值 对不对 value本身有估价的意思 价值估低了 under估到下面去了 估的不够估低了 叫做低估什么的价值 看清什么东西 叫under value 注意了 就是把什么东西的估价估低了 叫做低估什么之价值 或者是看清小看 if you undervalue something or somebody 如果你把某个人的价值看低了 叫低估某个人的价值 you feel too 你没能去意识到 how valuable or important they are 他们是多么的有价值和多么的重要 we must never undervalue freedom 我们永远不能低估自由的价值 所以undervalue有低估什么的价值 低估什么的价值 或者是表示看清小看都可以 那什么叫低value 低value价值往下走了 低表示道向下 价值向下走了是贬值 所以低value叫贬值 降低什么的价值 它和上一个叫undervalue指的是 value词是表示评价评估 under表示往下 你对某人的评估 什么事情的评估往下了 那么就是低估了什么 它的价值 低估了它的价值 看清 而devalue它指的是真正的价值下降 降下去了 这是贬值 叫devalue 贬值 to devalue something 让某个事情的价值往下走 叫做贬值 means cause it to be thought less impressive 让它认为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 或者是less deserving of respect 不是那么的让人尊重了 所以表示这个是贬值 是降低什么的价值 你看 they spread tales about her in the attempt to devalue her work 他们在散步tales 谣言 谎言 留言叫tale tale一般叫传说 传说叫tale 此时叫做留言 谣言 他们在散步它的谣言 为的是或者企图去 叫做inner attempt 企图去什么呢 诋毁它的工作 或者说什么呢 让它的工作贬低它的工作 对 贬低它的工作 贬低它工作的价值 所以devalue我们说叫贬值 或者是贬低什么工作的价值 而undervalue叫低估了什么的价值 或者是小看了什么 好 这两个单词千万别记错 to devalue the currency currency叫货币 让货币的价值往下走 叫贬值 of a country 一个国家的currency 货币 流通货币 贬值 means to reduce its value 减少它的价值 in relation to other currency 和其他货币相比 它的价值变少了 比如说 India has devalued the rupee by about 11% 印度已经把卢比贬值了11% 所以devalue贬值 贬值 或者是降低了什么的价值 都可以叫devalue devaluation 贬值 降低价值的名词 好 这个不用多解释了 下面的词叫做evaluate 什么叫evaluate 前缀1 此时等于ex 表示出来 val value at动词后绝翻成使 使价值表现出来 叫做评价 估价 评估 评价 估价 评估叫evaluate if you evaluate something or somebody 如果你去评价评估某人 you consider them in order to make a judgment 对 你会考虑他们为的是去什么呢 去做出一个判断 关于他们的一个判断 for example about how good or bad they are 去看他们是多好还是多坏 多糟糕 所以evaluate something 评估某事 evaluate somebody 评价某人 你看比如说 the market situation is difficult to evaluate 市场情形 现在很难评估 所以evaluate 表示 评价 评估 都可以 evaluation 它的名词形式 评价 评估估价的名词 evaluative 你看ive 雄母词后缀 所以表示 评价的 评估的 估价的 ive 此时仅仅只是作为一个雄母词后缀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含义 evaluator 评价员 评估员 鉴别员 此时or 名词后缀 还有鉴别器 所以我们讲过or 结尾 对 它既可以做名词后缀 表示人 也可以用做名词后缀 表示 翻成什么什么基 什么什么器 简单来说就是表物的时候 表示什么什么物的时候 什么什么基 什么什么器 对 所以叫评估器 鉴别器 鉴别器 评估器 人的时候叫评估员 叫做evaluator 你看 什么叫evaluator 它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 叫做an authority 一个权威人士 who is able to estimate 去估计价值或者是品质 所以an authority who is able to estimate or 什么呢 or 你看estimate worth or quality 它能够有能力去评估它的价值 或者是它的品质 这样的一个人 叫做评估员 评论 评论 评估员 评估者叫做evaluator 或者是评估器 鉴别器都可以 re-evaluator 再次评估 前缀re表示又一次再一次 这个没啥好说的 好 下面的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量级的一个单词 在任何的考试 包括我们平时的运用里面 这蓝词都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什么叫equivalent 这个词来 前面的equi等于equo等相等 Valvu价值 e-n-t 你看e-n-t这个后缀 我们讲过没有 肯定讲过了吧 它既可以做形容词后缀 翻成什么什么的 也能做名词后缀 表示人 表示物 所以 来 用作雄词后缀成的 那就是等价的 等价的 对 用作名词后缀表示物 等价物 名词后缀成人 对应的人 等价的人 对应人等价的人都可以叫equivalent 所以雄词表示等价的名词等价物 或者是等同的人对应的人都可以叫equivalent 来我们看看这个单词它的这个诗意 英文的诗意和用法 叫做equal in value 在价值方面是相等的 或者是数量或者是意义或者是重要性 对在价值数量意义重要性方面是相等的 此时就可以叫equivalent 等价物 if one amount or value is the equivalent of another 如果一个数量或者是一个价值是另外一个的equivalent the other same 它们是一样的价值 所以等价物等量物都可以 此时表示物 你看表示人的时候 the equivalent of someone 某个人等同的一个人 等价的一个人 对应的一个人 对吧 或者某个事物等价等同的一个人 is a person or sin that has the same function 有相同的功效功能 in a different place 在不同地区 但是功能是相同的 对 这样的人 或者是是 所以叫做对应的人 或者是对应的物 都可以叫equivalent 好记住 这个词非常重要 雄词等价的 名词等价物 或者是等同的人 对应的人 都可以叫做equivalent 好 来 你看 be equivalent to something 等同于什么 等价于什么 这个短语 叫等同于什么什么东西 等价于什么什么东西 都可以叫be equivalent to 好 别记错 来 下面的这个例句 大家就当做这个 一个阅读的素材 自己去看一下 里面出现的这个短语 好吧 自己尝试着去翻译翻译 就可以了 来 equivalent 等值 相等的名词形式 这种单词没啥好说的 因为ence 是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等价的名词 等值的名词 都可以叫equivalent 好 走往下 下面的这个词 各位 是我们要讲的一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单词 叫做valid valid它一般表示正当的 什么东西有效的 有根据的叫valid 你看 having force 有效力 此时的force 它不是力量 而只是法律里面的效力 in law 在法律里面具有效率的 对 好 有约束力的 legally 法律上binding 有约束力的 叫做binding 好 你看 来自于拉丁文里面 strong 强有力的 有效力的 对不对 叫做这个意思 你看 来自于will be strong 强有力的 有效力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此时啊 这个单词 各位 什么叫valid 这个val 我们说等于strong 或者force 表示力量 效力 什么什么东西 依然有效力的 id是个雄仇罪 这个法律 比如这个电影票 或者是这个 这个这个演唱会的门票 依然是valid的 它依然有效力的 依然有力量的 就是有效的 有效的 正当的 在法律上面 依然有效力的 叫有效的 你看 比如if a ticket or other document 如果一个票 或者是其他的文件 is valid 被叫做valid的话 it can be used and will be accepted by people in authority 它会被这种权威人士 被接受 被认为是 依然可以使用的 所以此时叫valid valid 有效的 比如说 for foreign holidays you will need a valid passport 如果你想去出国旅游 你需要一个有效护照 你看 valid它依然有效力的 对 valid passport 有效护照 别记错 有效的 好 它的第一个意思 表示票据等等 或者是证件 是有效的 还可以表示正当的 合理的 a valued argument 你看 你不能说一个有效的 这种 这个argument 对不对 argument 我们说叫做观点 观点 你不能说一个有效的观点 应该是一个 什么呢 叫合理的 一个正当的观点 或者是一个 comment 评论 或者是一个idea 一个观点 那么 it's based on sensible 是一个sensible 理性的合理的 reasoning 基于理性推理 reasoning是推理的名词 比如说 they put forward put forward 提出了很多 这种合理的原因 对 for not exporting 不去出口的 很多合理的 或者正当的原因和理由 是此是valid 它就不是有效的 而表示正当的 合理的 所以记住 这个词 表示正当的 合理的 还可以表示 叫做有效的 对不对 正当的 合理的 比如说 valid reason 合理的理由 正当理由 对吧 还可以表示 有效的 正当的 就是在法律层面 依然还是有效力的 对不对 所以表示 有效的 正当的 都可以叫valid 好 这是它的熊词 validate at动词后 这翻成 始变得有效 始生效 叫validate 你看 to make something legally valid 它的意思是 让某个事情 从法律上面来讲 是valid的 有效 产生效力了 就叫做validate to validate a contract 是一个协议 是一个合同生效 叫validate a contract 好 所以这个意思表示 是始生效 你看有了 第二个意思还可以表示 证实确认 to validate something such as a claim or statement 一个claim 什么叫claim claim 我们说的 声称 申诉 或者是一个statement 一个观点 成熟的话 means to prove or confirm 去证明 或者是去确认 that it is true or correct 证明它是正确的 证明它是真实的 所以validate叫做确认 validate something 确认某事 证实某事 你看比如说 how that evidence was evaluated and validated by historians 历史学家如何去 evaluate评价和确认 这个证据呢 或者说 那个证据要怎么被 历史学家们去评价和确认呢 对 评估评价和确认呢 所以此时的validate 就表示确认 或者说证实 所以记住 validate 第一个意思 是有效 是生效 第二个意思 表示证实 确认某事 叫validate something 好 来 validation 证实确认生效的名词 这个不能多解释 ION是个名词后缀 validate 那就是有效性 正确性 你看 valid 雄词表示有效的 ity 是个名词后缀 一般可以表性质 所以表示有效性 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的正确性 某个东西的有效性 或者是它的正确性 都可以叫做validate 有效性 正确性 叫validate 好 这个不能多解释 你看 我们看看这个单词 它的用法 什么叫validate the state of being legally 或者officially acceptable 从法律上面 或者官方层面来讲 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种状态 对 从法律上面 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种一个状态 叫做合法性 或者是有效性 或者正式的一个认可 因为动词validate 表示始生效 或者是始确认 始认可 对 都可以叫validate 所以validate 那就是有效性 合法性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对什么东西的一个认可 都可以叫做validate 好 它还可以表示 第二个意思 表示什么什么东西的一个正当性 你看 上面是它的有效性 合法性 下面是正确性 或者是正当性 the validity of something such as a result or a piece of information 一个结果 或者是一条信息的 这种validity is whether it can be trusted or believed 就是它是否能够被相信 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叫可信性 叫做validity 表示可信度 可信性 你看比如说 好 这个句子 叫shocked by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被选举的结果所震惊了 they now want to challenge the validity of the vote 他们现在想要去挑战 想要去质疑 这个选举的这种 合法性 对吧 合法性 或者是可信性 所以要去challenge 要去质疑 这种选举投票的 这种合法性 或者说这种 这种正确性 或者可信性 都可以叫validity 好 你看比如说 we had doubts about the validity of their argument 对他们的观点 的这种正确性 我们是怀疑的 validity 正确性 可信性 好 所以记住 这个单词啊 validity 第一 表示什么呢 有效性 因为valid 叫做有效的 第二个 还可以翻成叫什么呢 叫做合法的 对合法性 也可以叫validity 第三个还可以表示 可信性 或者是表示正确性 对吧 表示正确性 或者是可信性 都可以叫做validity 它的本质 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它依然有效 是否有效力 对吧 是否有效力的这种性质 叫做有效性 可信性 合法性 都可以叫做validity invalid这个词标简单 按此词标否定 valid有效的 对吧 有效的 所以叫做无效的 作废的 站不住脚的 还可以指 已经失去了 这种效力的人 对吧 叫做病人 或者是伤残的人 好 表示无效的 你看 if an action procedure or document 如果一个行为 procedure 程序 或者是一个document 我们说叫做文件 is invalid 是无效的 作废的话 it cannot be accepted 它是不能被接受的 because it breaks the law 它是违法的 or some official 或者是违反了一些官方的一些规定 the trial was stopped and the results declared invalid trial 审判 这个审判被停止了 那么这个结果 也被宣布是无效的 declare something invalid 宣布 什么什么东西 无效 好 这个表示无效的 它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表示 病人 伤残者 病弱的人 叫做invalid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效能的人了 叫病人 伤残者 你看 an invalid is someone 是什么人呢 who needs to be cared for 应该被照顾 because they have illness 他们生病了 或者是disability 他们这个行动不变 或者是他们这个 有一些这种残疾 对啊 因为生病或者是残疾 而导致需要被关怀照顾的人 就可以叫做invalid 病人或者是病弱者 伤残的人都可以 比如说 I had been treated as an invalid 我非常讨厌 被当作一个废人 对 病号 对 废人 病号 伤残的人 就叫做invalid 来对待 好 invalidate 始无效 始失效 invalid 雄词 无效的 at动词后 这个翻成始 所以变 始变无效 始失效 叫做invalidate 好 这个词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非常非常简单的词了 好 下面的这个叫invaluble 追 valuble本身表示有价值的 关键看an an此时它表示加强语气 程度加强 追 它不是相反 有人说an表现相反 valuble的相反面 叫做没有价值的 啊 一文不值的 不是 它暗词表加强语气 就是比valuble叫有价值的 还更强 就价值还更强更大 就是非常有价值的 极其有价值的叫invaluble 非常有价值的 价值连成的都可以叫invaluble 比如说 if you describe something as invaluable 如果你把某个事情描述为是invaluble you mean 你什么意思呢 extremely useful 非常管用 比如说 I was able to gain invaluble experience 我会获得非常宝贵的经验 over that year 对 over that year 那一年过去了 对 that year 那一年 在那一年里我获得了invaluble experience 非常宝贵的 非常宝贵的 无价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叫做invaluble experience 下面的单词叫做valuble 什么叫valuble 表示英勇勇猛 这个词是比较简单 中间的前面的valuble 词词它不是价值 而是strong 表示强大的 勇猛的 or词是做了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valuble 就是非常的强大 非常的勇猛 这种感觉叫做英勇叫valuble 你看 什么叫valuble 它的词词 the quality of a hero or heroine 一个英雄或者是女英雄的这么一种品质 就叫做valuble 英勇勇气 exceptional 杰出的或者是heroic 英雄般的这种 courage 勇气 when facing danger especially in a battle 尤其是在战斗里面 面对危险的时候 展现出来的这种 英雄般的或者女英雄般的品质 对 和英雄般的这种 courage 勇气 好 这种东西就称之为叫做valuble valuble 此时的val 是strong 勇猛 英勇 强大 he received a medal for valor 他因为他的英勇 获得了一个 medal 表示奖章 或者是表示勋章 都可以叫medal valuble 表示英勇 他获得了英勇勋章 对不对 好 下面 valuant 那就是英勇的 勇敢的 前面的valu等于valu 英勇 anti 熊词后缀 所以叫英勇的 叫做valuant 你看 a valiant action 一个英勇的行为 is very brave 你看这个 brave 叫勇敢 brave只能叫勇敢 但是valuant 叫英勇 这个还不要 英勇的 and determined 是 brave 勇敢的 并且是有决心的 though it may lead to failure or defeat 虽然他可能会导致失败 或者是被打败 但是他依然的非常勇敢 并且有决心的 所以勇敢的 无畏的 都可以叫valuant a valiant attempt to keep the business going 一种英勇的 勇敢的尝试 去维持这个业务 这个生意 巨细 或者去让这个生意维持下去的 这种英勇的 或者说一个 勇敢的尝试 所以valuant 一般用作雄词表示 英勇的 或者是勇敢的 a valer 应勇 勇敢的名词形式 好吧 好 下面的这个单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词 叫做wild 它叫wild 什么叫wild 它表示挥舞什么什么东西 使用形式都可以叫wild 来 我们来了解一下 你看wiel 这个wild等于wal等于val等于strung 表示力量 它表示力量 表示强大 强有力 叫做wild 所以它表示强有力 表示力量 这个d 词实没什么实际含义 所以它指的是有力量 去舞动 去使用 去挥舞武器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 if you wield a weapon a tool or a piece of equipment 如果你去wild 叫使用挥舞 使用武器 使用装备 对不对 等等东西 you carry and use it 你带着并且会去用它 比如说 你看有个端语就做 好我举个例子 叫做wild your sword 来各位 什么叫sword sword叫剑 什么叫你的剑 什么叫你的剑 去什么挥舞你的剑 所以此时wild它表示舞动挥舞 对不对 就是你看打架 以前绝对的时候 对不对 故事后两人打架 两人打架 对不对 都是刀枪剑的 对不对 就做wild your sword 就是抬起你的剑 拿起你的剑 对不对 挥舞你的剑吧 叫做wild your sword 所以它指的wild 你看挥舞啊 使用说白了 都是有力量 有力气去用某个东西 叫做wild 有力量 有力气去使用 去挥舞某个东西 叫做wild 好吧 使用挥舞 这种工具啊 武器啊 都可以 好 这是它最开始的含义 就是有力量 它指的是 有这种力量 有这种力气 去这个挥舞 或者使用武器 那么由这个含义 慢慢的又引申出第二个含义 就是去运用什么东西 和力量没关系啦 你看 行驶 If someone wields power 如果某人去行驶他的权利的话 power 权利 They have it and are able to use it 他们有并且能够去用它 所以wild one's power 就是去行驶某人的权利 去运用某人的权利 你看 He remains chairman 他依然是主席 but wields little power 但是已经不掌握权了 已经手里没什么实权了 对不对 at the company 在公司里面 wild就是运用或者行驶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行驶的权利了 就是wild little power 好 所以这单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词 全别记错 wild我们说就表示挥舞使用和行驶 来下面的这个词叫做unwildy unwildy 你看wild表示挥舞 wildy加了y是它的形容词 所以这个意思大家注意了啊 愚文词时它表示否定 所以就是挥舞不动的 叫做笨重的 y词是个后缀啊 就是舞不动的 挥舞不动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笨重的 不灵活的 叫做unwildy unwildy 比如说应该of an object 叫做什么 unwildy of an object 就什么什么东西是笨重的 没法弄得动的 就difficult to move or control because its size shape or weight 因为它的尺寸 它的形状 它的重量 导致你根本就没法弄得动 去去移动它 去控制它 所以unwildy就是没法 字面含义就是没法去挥舞的 没法自如的挥舞的 没法自如去控制它的 所以叫做笨重的 不灵活的 难控制的 都可以叫做unwildy unwildy 好 你看 所以第一个意思表示 笨重的 不灵巧的 第二个意思表示 某个体制或者是团体怎么样呢 臃肿的 伟大不掉的 你看 你看比如说 unwildy of a system 或者all group of people 就是某个臃肿的 伟大不掉的组织 就是difficult to control or organize 很难去控制和组织 因为it's very large or complicated 因为太大了 太复杂了 导致没法去控制 所以它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叫做伟大不掉的 难以控制的 叫做unwildy 比如说 an unwildy legal system 一个臃肿的 一个伟大不掉的这种法律系统 所以注意 这个unwildy 什么叫unwildy 第一个意思 叫做挥舞不动的 不灵活的笨重的 这是它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很难去控制的伟大不掉的臃肿的 比如一个机构 an unwildy organization 或者是group 就是一个很难去控制 很难去操纵 对不对 很难去管理的这么一个组织 叫做臃肿的组织 难以管理的组织 伟大不掉的组织 都可以叫做unwildy 好 那么是这几个单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一些 还比较核心的一些重点词 难度不是太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一些 非常非常难的一些高难度词汇 就是和这个vail 包括vail相关的一些高难度词汇了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叫做ambivalent 什么叫ambivalent 来 这种单词是一个比较高难度的词汇了 我们看一下 你看 它的第一个意思叫做矛盾情绪的 喜忧参半的 在两边摇摆不定的 都可以叫做ambivalent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你看 它的词源怎么解释的 来 我们看 它说的是 simultaneous conflicting feelings 这种同时的 这种发生冲突的 这种感情和感觉 对吧 好 什么什么东西 来 你看 好 我们从这开始说起来 拉丁语里面 ambi 叫做both 或者是both side 两边 两个 vail 我们说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是strength 力量 vail 我们讲过了 表示力量 实力 所以两边的力量 两种力量在博弈 对吧 两种力量在博弈 两种情绪在博弈 这种感觉 你看 就是 所以ambi表示两个 或者是两边 这个val我们说叫strength 或者力量 延替此时只是个凶错缀 所以说两股力量 而且是情绪方面的力量 在进行对抗 在进行博弈 叫做情绪矛盾的 就是好和坏在一起 对吧 喜忧参半的 你看 在两边 两种力量 对不对 在制衡 叫做摇摆不定 不知道到底要站在哪一方 所以这种感觉就叫做ambivalent 来我们看一下 好 他给出的英文示意 什么叫ambivalent 你看 就做having or showing both good and bad feelings about somebody 或者是something 对某个人 或者是某个事情 展现出来了 或者是拥有 同时两种好的和坏的情绪 所以此时叫做喜忧参半的 好坏参半的都可以 比如说来 我们看看 这个句子叫做 she seems to 他似乎怎么样呢 feel ambivalent about her new job 对他的新工作似乎感觉到的是一种喜忧参半 所以此就是好的和坏的这两种情绪都存在 那再对抗 叫做喜忧参半的 来第二个意思 你看 还可以表示摇摆不定的 或者是犹豫不决的 来你看 If you say that someone is ambivalent about something 如果某个人对于某个事情的态度是ambivalent 那么 他们不确定 whether they really want it 他们是否真的想要它 or whether they really approve of it 他们是否真正的支持它 就是somebody 对某个事情的态度如果是ambivalent 那就是摇摆不定 还拿不定主意 比如说你看 He maintained an ambivalent attitude 他维持保持了一个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 对于什么呢 The church 宗教 Throughout his long life 在他整个人生里面 他对宗教的一个感受都是什么呢 就是摇摆不定的 犹豫不决的 所以这个单词啊 大家注意 你就记住啊 情绪层面 它指的是喜忧参半 好坏皆有的 喜忧参半的 而对某个事情的态度 那么我们称主意叫做摇摆不定的 拿不定主意的啊 都可以叫做ambivalent 好 那么下面的这个词就简单了 你看叫做ambivalent enc 此时只是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喜忧参半的情绪 对或者喜忧参半 一种矛盾的情绪 或者是什么呢 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 都可以叫做ambivalent 好 它的名词形式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啊 来 接转一下 我们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convalent 什么叫convalent 表示逐渐的去恢复精力和恢复体力 来 各位 我们认识一下 你看 这个单词词源怎么解释的 叫做to grow better after sickness 对 在这个sickness表示什么 sickness我们说叫做生病 在生病之后 grow better 变得对 恢复的好一些了 变得好一些了 你看 make progress toward the recovery of health 好 那么make progress叫做进步 在什么方面 在这种健康恢复上面 在有进步 有进展 都是可以的 好你看 在拉丁语语里面 什么意思呢 thrive繁荣 希望regan health 重新获得了 这种健康 and begin to grow strong or well 开始去变得strong 本身表什么呢 叫做强健的或者是强壮的 来 各位 我们来看看啊 你看前句com 此时probably an intensive prefix 是一个加强语气的前缀 是con此时表示加强语气 后面的val to begin to grow strong 开始去变得更加的强壮和健康 所以这种感觉叫做恢复经历 逐渐变得更健康 所以你感受一下con加强语气 这个val表示 to become strong 变得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硬 对 越来越强壮 所以它指的是在生病之后 或者是术后 手术之后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健康 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就叫做convalence 表示什么呢 表示逐渐的康复 逐渐的恢复 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健康 对 叫做convalence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我们来看看 它的用法 你看 if you are convalescing you are resting and getting your health back after an illness or operation 如果你正在convalescing恢复的话 那么 you are resting 你在休息把你的健康找回来 在生病或者是手术之后 把你的健康正在找回来 对不对 好 这种感觉叫做convalence convalence 好 我们来看这个例句 叫做after two weeks 在两周之后 I was allowed home 我就已经什么呢 I was allowed home 我就已经允许回家了 where 在这个地方 I convalesced for three months 我恢复了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convalence表示恢复 或者是康复的动词 好 这个别记错 来 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单词 叫做valence 叫做valence valence它指的是一个化学里面的术语 叫做化学里面的价 或者是原子价 你看val本身表示价和价值 enc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它特指化学里面 注意了特指化学里面的这个价 或者是叫做原子价 都可以叫做valence 来 我们来看看它的用法 你看 这是chemistry 化学里面的一个术语 a property of atoms 原子的某种性质 注意了 此时的property 它就不是财产 这人总说一般会有两个意思 第一 表示财产 这个是常见的 第二 还可以表示性质 什么东西的性质 比如金属性叫metal property 所以原子性 原子的性质 或者是radicals 应该是那种活性物质 their combining power 它们这种联合的合并的力量 given in terms of 就什么而言呢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hydrogen items hydrogen 叫氢 氢原子的这种数量 或者是这个equivalent 你看 叫做equivalent 或者是它们的等价物 所以这个叫做原子价 或者是化合价 就是里面有几个氢原子的这种数量 对不对 叫做原子价 化合价叫做valence 你看 hydrogen is a one valence element 氢是一个一价 你看一价的元素 valent 表示价 化合价 one valent 叫一价的 一价的元素 好 这是这个词 下一个叫做bivalent 那就是二价的 你看bi表两个 讲过了吧 对吧 vil价 所以ent凶仇 这翻译得 所以叫二价的 multivalent 那就是多价的 multi本身演变自many 你看 mm一模一样 原因改变 意思不变 那和了是经典的读音相似 发生了转换的关系 所以multi 就等于many 表示多 表示多 多价的叫做multivalent multivalent 就表示多价的 就可以了 好 下面 叫做polyvalent polyvalent 它也表示多价的 多功能的 多形式的 你看 这个poly 它本身这个前缀 所以它也表示多的意思 来各位 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个poly 为什么表示多 你看 poly 它的词源 说这是一个 word forming element 单词构称的元素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many much multi 所以这个poly 其实就是many 或者是much 或者是multi 对不对 好 这个不用多解释了 来 大概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它也表示多 所以 那么polyvalent 它也是翻成叫做多价的 和刚才那个叫multi-valent 是一回事情 只不过上面的那个multi-valent 它一般叫做多价的 而这个poly-valent 它还可以表示多功能的 多种形式的都可以 来 你看 第一个 在化学里面的这个poly-valent having a valency 价 of three or more 有超过三个和三个以上的这种价的 对不对 叫多价的 叫做poly-valent 第二个意思 have many different functions or forms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和形式的 叫多功能的 多形式的 也可以叫做multi-valent 比如说multi-valent managerial skills 叫做多方面的管理能力 或者是多种形式的管理能力 所以多种形式的 多方面的 managerial 叫做管理的 多种形式的 或者是多方面的管理技巧和能力 都可以 好 这是这个词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整节课到此就全部都结束了 来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重点讲到的是我们说 val 包括vail 它们的核心的词 这两个词根的核心功能 好吧 下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及时复习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次课 再见